大家好 文竹 今天就说一下文竹 文竹有时候有反映说来自己家里养的这个文竹 最近老是出现一个叶片发黄的情况 这到底是怎么又回事 是怎么营取呢 又怎么补救呢 这些方法是比较的简单的 而营取的因素也是相当的多的 平时如果施肥不当 还有浇水过多 光照不出 也是会营取一个黄叶的现象的 一旦发现黄叶的话 一定要继续给它处理掉 避免它蔓延到另外的鲜叶 处理完整之后 咱们可以做一个浇灌还有喷叶的方式 给它施肥 因为像这种情况的话 至少有可能就是缺乏了铃甲肥 就是铃甲元素 咱们可以用到铃叶金甲 给它浇灌还有喷叶 浇灌的话 咱们就可以使用鱼克兑1000毫升的精水 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喷洒的话 就是鱼克兑1500毫升的精水 给它喷洒就可以了 使用的姿势的话 就是3-4次这样子就可以了 每隔15天给它用一次 同时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不要长时间给它放到一个阴暗的环境下养护 这样是对它的生长是不好的 好了 这期节目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话 可以发信息或者是留言问我 我会一一回复给大家 让大家养出更好的文竹 好 下期再见